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356集 这一战 天空的血色渐渐散去 慢慢地恢复如常 水稻子嘴角露出凝笑 站起身子 身色争鸣中喃喃自语 老东西留下之物 果然还有用处 有着来自远古鲜鱼赐下的宝物 我看到王林如何能杀我 杀了那王林后 我以这灵挡可换大功一件 到时候长尊定会给我无尽香果 至于把此物融入封界大阵 延缓百年时间之事 水稻子根本就没打算这么做 闪界赵河内 星空中有一处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横骨存在 为赵河一大显倒 修士一旦靠近了 便会在这里被吸走全部原理 生生困死在内 在那漩涡深处有一颗修真星 紫星不大 通体黑色 修真星上弥漫了大量的淤泥沼子 更有毒气弥漫 整个修真星全部都是淤泥 在此星的深处 无尽的淤泥之内 潭溪坐着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 这老者相貌争鸣 皮肤之上尽是一个个浓包毒窗 大座中有一丝丝黑气 从四周的淤泥内散出 被这老者吸入蹊跷 就在这时 那老者突然睁开双眼 其目中透出冷漠无情 在其双目开合的刹那 其身前的淤泥中 一丝云烟凭空出现 化作了一头云鹤 赵河周德道友 我愿以一只六品道灵 换去道友协助出手一次 水稻子的声音 从那云鹤内传出 在这修真星的内部回荡 那黑衣老者目光一染 右手抬起接住那云鹤 眼中露出沉思 水稻子为人吝啬 此番以六品道灵换去 老夫出手 不知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大敌 出手一次也好 赵河星雨内 一出半废气的修真星上 在旗内一座凡间的都城中 有一家当铺 当铺的主人是一个样子 很是温和的中年男子 但在此城中 确实很多人都知晓 这男子虽说样子和善 但为人却是极喜斤斤计较 这一日 他正坐在自家的当铺内 手里拿着一块玉佩 仔细看的同时 还时常抬头大量生钱来典荡之人 这个玉马 不是好玉 眼皮一翻 中年男子为难的开口 掌柜的 这可是 那中年男子皱着眉头 正要说话 忽然神色一动 抬头看向门外 十两银子 中年男子目光一闪 拿出十两银子 给了那惊喜的典荡之人 在其离开之后 他右手抬起 向前一指 骤然间 在其身前 便有一只云鹤 幻化而出 赵和云丰子道友 我愿送你当年封界之尊 顶神术神通 以此换取 你协助出手一次 水稻子的声音 在这中年男子心神回荡 这男子双眼一亮 摸了摸下巴 墓中露出沉思 顶神术 有意思 有意思 云海星日 同样是九节内 鬼宗所在 鬼宗在云海颇为神秘 笼罩在雾气内 很少会有弟子外出 此刻 在这鬼宗山门 有一个老者 盘膝坐在闭关洞府 这老者身穿轻衣 面色阴沉之中 似有无数鬼火 环绕在四周 在那幽幽鬼火下 使得他的样子 充满了一股阴森之意 正打坐中 这老者漠然间 睁开双眼 看向前方 但间一缕云烟 凭空出现 化作了一只云鹤 展露在了这老者身前 鬼宗大虚 我愿以武艺阴阳门徒 奉给妖圣 换取你鬼宗妖圣大人 出手一次 与此同时 水稻子的六枚玉检蜂蜜 在这界内掀起了一场滔天大浪 四大星宇内 所有参与各自备战之中的大神通修士 纷纷接到了御检之内 王林的名字 或熟悉 或第一次听闻 在这界内瞬息传避 天逆在线 这种事情 足以让一切知情者为之疯狂 这一招太狠了 在这备战之中 在这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 水稻子动了军心 谁还能去继续备战 几乎绝大部分人 尽管不知晓天宁 但那水稻子说的是四个凡事 却足以让一切修士动心动容 且水稻子的话语中 有大意在内 王林为奸行 是界外走狗 杀之当为豪杰 更是在那水稻子 遇见的神念内 有王林的相貌存在 尽管还是几百年前的样子 但却足够让人认出 熟悉王林的 毕竟还是少数 少数部分人的不幸 在这大事之下 微不足道 赵和星雨内 一处灵气磅礴的修真心 有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 山峰顶端 潘膝坐着一个身穿紫衣的女子 这女子全身虚幻 看不清样子 一头青丝极臀 潘膝中散落 她原本闭目 但此刻却是缓缓地睁开 双眼如星光一般 透出一丝迷离的蒙笼 王林 长尊棋子 赵和内 星空中 有一个身穿青衣的男子 这男子神色慵懒 前行中 不断地打着哈欺 边走边嘀咕 马师伯说的那样东西 是在这赵和内 可到底在哪呢 就在这时 这青年忽然神色一动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古怪 这王林 不就是当年那个小家伙吗 有趣 有趣啊 联蒙星域内 封印的雨仙界中 疗伤闭关的青林 睁开双眼 沉默片刻 仔细地回想 与王林相处的一幕幕 许久 他眼中露出寒光 右手抬起 向前一撞 顿时整个雨界轰鸣 胆间一滴滴雨水弥漫 直奔青林 闭关之处 最终穿透而来 在其手中 凝聚出了一个 由雨水组成的令牌 这一幕 惊扰了旁边的司徒男 司徒男在睁开双眼的刹那 好似听到了什么 其面色瞬间就是大饼 露出狂怒之色 他奶奶的 这是哪个王八钩子 敢说老子兄弟是奸细 那天忆是老子给他的 要这么说 老子也是奸细了 你这个傻千刀的 老子绝不放过他 司徒男大怒之下 猛地起身 坐下 为师自会处理 且那水稻子 也并非什么王八钩子 他是你师祖之奴 青林目光在司徒男身上一扫 喝倒 司徒男死死地盯着青林 并未被其话语所振 而是冷笑道 哼 你虽是我师尊 但他是我的兄弟 他的事情 老子全部知道 从其修仙开始 就是我跟随其成长 他叫你苏醒 你莫非还不信他 不是为师不信 而是那长尊 青林神色露出复杂 沉默片刻后 右手抬起 捏住那雨水组成的令牌 传出一道神念 王林乃本先帝弟子 谁敢伤他 这神念扩散 冲出了雨仙界 弥漫了整个联盟的同时 更是向着八方扩散 最终传出无尽 云海内 那红衣男子所在的山谷中 此刻 鲁夫子也赫然在内 与那妖宗宗主等人 一同恭敬 那红衣男子仔细地听闻了 鲁夫子的话语后 神色平静 但眼中却是有了寒光 好一个七彩界 好一个长尊 但就在这时 山谷内的所有人 全部听到了 那传自神宗 已预见传遍界内的神念 不可能 王林绝不会是长尊妻子 当年封界之尊亲口说出 让王林带领界内 抵抗界外入侵 鲁夫子与妖宗宗宗主等人 同时色变 那红衣男子眼中 寒光更浓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我红衫子 本连他一身修为 不想在这个时候 将其回去 但他竟然找死 这红衫男子 抬头看向远处 眼中红光 渐渐的被赞赏取代 既然这小家伙 自己已经寻去 便看看 封界之尊的眼光 如何了 这毕竟 也是他们的家事 银海七阶行雨内 神宗分宗 轰然出动 数百修士 直奔 平静了数百年的 归原宗 归原宗的力量 根本就无法抵抗 仅仅是片刻间 全宗所有修士 全部被制住了修为 以传颂阵 迅速送往九阶神宗 只需神宗一声令下 这些分宗弟子 便会取归原宗 所有人之性命 那吕燕飞同样 在诸人之中 但却始终 沉默不语 恨是平静 他当年便有所猜测 早就知晓 或许会有这一天 但却没有后 不但是他 整个归原宗 全部如此 没有吕子浩 亦或者说 没有亡灵 便没有如今的归原宗 破天宗内 破天宗宗主 扑着苍老的身子 神色复杂中 看了一眼破天宗 常叹一声 神色渐渐平静 向着神宗而去 神宗内 木兵梅闭关的大阵 他睁开了双眸 沉默少计 欲守一番 便有一粒丹药出现 这丹药是数百年前 水稻子宗 曾言可帮其恢复修文 但须代价 这代价便是在适当的时候 服下这粒丹药 木兵梅一生 信守承诺 他望着那枚丹药 争了许久许久 随着水稻子神宗 号令一出 整个云海修士 齐齐直奔神宗 尤其是在神宗弟子 打开了传送通道的情况下 如此一来 在短短的时间内 神宗外的雾气内 修士已然上万 这上万修士 来自各个宗派 凝聚之后 急速地展开了 那本欲抵抗界外的 久灭离天阵 云海星云内 王林神影向前脉步而去 他眼中寒意滔天 水稻子的行径 他不知晓 但那传出的 第六道御剑神念 却是清晰地 被他察觉 一路沉默 王林身体内 积累的杀鸡 却是越来越浓 随着他的前行 在他的身后 这杀鸡几乎实质 形成了一片冰霜 这冰霜刚开始 紧紧弥漫千丈方 所过之处 就算是那星雾也在这冰霜内 发出咔咔之声 彻底地成为了雾兵 杀了水稻子 则耳边清净 王林向前脉步中 神色越加平静 但这平静下 却是隐藏了一场 惊天动地的风暴 水稻子 他必须要杀 甚至没有半点炼化成奴的打算 有些人不配成奴 只能杀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广度 下温 未经许的 您未经许的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